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照聚焦 今天26号 从新闻的角度来讲 你会看到开始向中国移动 基本上向中国移动 我们在跟咱们分享 东航调配来的说 这是几天前了 21号掉下来 我们当时就跟大家解释 可能会转到中国了 因为飞机呢 飞机就一定会成为迷的 这是肯定的 他也不敢去再讲 而他飞机掉下来 本身代表了中共 我昨天节目中 我们跟大家讲过 就是中南海着火 那件事情没有人提 后来就不再提了 可能很大一个原因 那火很快就给扑灭了 所以在网上你就看不到更多东西传出来 也正是因为是中南海着火 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出来 现场你看见烟了就完了 烟灭了就完了 那你什么流传都 我以为都会被 以最严厉的方式就给扑杀了 所以你没有看到 他持续下去 但着火所有人都看到了 这是我们做了分析 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那表明中共内斗的本身呢 它的标志性 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性 那么黑烟着起来 也可能是汽车着了 也可能厨房着了 就是说它的烟比较重了 它的隐喻 恰当的隐喻 非常 我觉得非常的吻合 特别是在太和殿 门被吹倒 3月4号 东航飞机直着掉下来 然后中南海有着火 这是3月份 把三件事情连在一起 你就会看到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的 令人感慨的故事 中间当然大家都看见 对不起 中间都看见漆了 3月4号 这是一种 三加四得漆 习近平缺个漆 讲的是习近平 那比较应景 就应性应景的 应性应景的 就是东航 东航那一天 3月21号掉下来 21三个漆 又对在三个月上 然后呢 它从虎年算起来 第49天 所以共产党忙 应对在 应对在这个角度上 是我以为应的很绝的 49天 七七四十九 很绝的 你到了中南海着火呢 你又看到一个生路 就是说 它是应在 25号加三嘛 28应在四个漆上 但是呢 它是这么应声的 也就是说 这个应景就跟 3月4号 太和电 那个门倒了 类似 它里面包含着 习近平个人的成本 就是 它不是严谨扣成 它是有生路的 但是 共产党是严谨扣成 天灭中共 是严谨扣成 那里 7749 讲了三界里面 然后呢 应对在蛇 习近平属小蛇的 属小龙的 蛇打七寸 那 共产党是龙 所以这是我们开完 我们就这么讲 今年是应在虎年上 那我相信 有人 起码你相信本命年的人 你也知道 说这是个故事 所以 那在海外的角度来讲 战争其实逐渐开始退了 俄国军人已经 从基辅往后退了 他宣布第一阶段结束了 俄国人 他转到乌东地区了 为什么退去了 他就是 看来有一条定子了 进不了北约 所以这是他 这是他最关键的 那乌克兰在做最后的努力 但看起来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结果 那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现在看 我讲啊 新闻又会转回到中国去了 我们新闻的故事 也就这样 中共权斗 习近平面临挑战 两大风险 十年一轮回 这是个日本人写的 阿波罗网站 把它转 就是转载来讲的 从某种意义上 他只是分析了一个客观的主 就是 在俄罗斯的问题上 中共的选项 他主要是这个 还停留在这个角度去讲了 他说十年一轮回呢 他是对着2012年 2012年当时的薄熙来等等 出现这种场面 2012年 我们节目刚刚就在YouTube上 真正出来 就王立军等等这些故事 到了三月份呢 3月14号闹得比较凶的就是 温家宝当时把薄熙来给干了 在这个 透过路透社 在两会上 所以这是一个 他讲的事情的基础 那不能不说 是有 我只能说是有这个意思 确实是有这个意思 每十年一动挡 每十年一动挡 这是故事 2002年 北京出现非典 北京出现非典 然后中共采取了 2002年 中共开始活摘器官 这真的是这么回事 那1992年呢 1992年南巡讲话 所以人家说这个 这十年一轮回 是1992年南巡讲话 邓小平南巡讲话 很多人不知道 邓小平南巡讲话 当时差点把 这个江泽民 江泽民8964上来 差点把江泽民给干了 讲他才保守 而1992年南巡讲话 是邓小平到深圳 向习仲勋辩相道歉 有这个成分 当时8964习近平 习仲勋是反对的 所以到了2002年 中共开始大规模迫害法轮功 活摘器官 然后北京出现非典 2002年 那2012年出现了这个 出现这个 薄熙来 整个这个习近平上台 整个这个动荡 所以习近平是2012年上来的 但真正掌权是2013年 那再转到今天2022年 你不能不说 人家是那么回事 1982年 1982年想不出来了 1982年应该是真正的改革开放 开始出现鼎盛 但具体的时间 好像我只能说我记不得了 1982年是不是华国锋下台 有可能 说心里话 有可能 是前后是在那个时间点 1979年 11月份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 那1979年跟越南打仗 邓小平获得了兵权 所以可能是 我只能说可能是 当时的华国锋下台 那如果真是他下台的话 那基本就真的是吻合了 8292 02 12 22 那走到第五个 所以是 人家他讲的数十年一动 是这个意思 但他没有讲这么深 他只是讲到 他没讲这么深 他只是讲到 2012年薄熙来的故事 然后另外一个呢 他就谈到有关 这个习近平跟拜登通话 习近平跟拜登通话 实际 我刚才看到另外的报道 就是两个小时 拜登到北约参加会议 在北约的会议上 给习近平打电话 打了两个小时 在为了阻止习近平 阻止中共国联手 俄罗斯 那而在当时的北约会议上 他出现了就是 北约成员国 欧盟成员国和G7 所以三个西方社会最强烈的 就是最坚实的组织 只能这么说最坚 但他主要既包括军事 又包括经济 联手要摧毁俄罗斯 联手摧毁俄罗斯 当然他们看中了 中共国的态度 所以他讲述是这个态度 在这个态度的本身上 他认为呢 中共在表态的时候 表态比较特别 他们反对的 他们认为战争呢 那战争当然是不好 所以中共就 中共国采取中立的态度 但是在制裁的问题上 他们不接受西方社会 对俄罗斯的制裁 而自己的态度呢 又甩开 就说你别问我 跟我没关系 我们不是参与者 我们不是参与者 所以呢 他是借助了这么几点上去讲 他文章里提到说 习近平一直拒绝跟拜登对话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他为什么这么说 但是呢 在此之前 就是拜登在 在这一次北约会之前 曾经跟习近平通过话 只有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似乎两个人没有说清楚 所以拜登在这个问题上 只讨论俄罗斯问题 就是他的中心 就是要把俄罗斯毁了 那习近平跟中共国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们原来解释过说 他有可能采取他的态度 就把人出卖了 把俄罗斯出卖了 so far到现在呢 有这个感触 你不要听报道 报道 其实你比如说 有一个报道说 美国拿到消息 认为中共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那是骗的 那是西方今天社会的一种战略手段 战略骗子 骗子 我不认为那是真的 所有这个讲法 基本上 拜登说了 我们警告俄罗斯可能会使用化学武器 那是骗子 所以方法已经改成这个了 就是在对的 敌对双方都是以欺诈的方式 把整个人类社会 作为一种平台 把人 所有人都卷进去 然后以欺诈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 所以那人说 那为了反侵略 欺诈是对的 我只能一乐 我说句心里话 一乐 你永远记住 被欺诈的是你我 不是他们自己 俄罗斯肯定不承认嘛 他没拿就没拿嘛 俄罗斯肯定不承认 那中共国承认吗 他也不承认 对不对 那然后呢 然后就是你我这些赤瓜的 磕瓜子 他 瞎掰 所以欺诈成为了一种战略的手段 对于我们资讯完全被控制的人 这是很可怜的 真的 我不开玩笑 很可怜的 所以他的意味着什么 人类社会没有君子 人类社会没有君子 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什么都干 这是我 我个人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显然意见的 那有些朋友不一定接受了 说这种手段就是手段 方法就是方法 OK 所以我以为就是道德沦丧就是道德沦丧 这是相生相克的道理 另外一个他就谈到中共内斗的问题 他就讲述了有关股票暴跌的问题 那股票暴跌 我们有看过是股票暴跌 然后呢 刘鹤出面 然后又稳住了 又稳住了 又塌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大概讲述这么一个说法 so far就目前 从大控制角度来讲 中共国有可能出现 江曾集团 就是江曾集团跟习近平 不得不火兵了 不得不火兵 他们从来没有协调过 从来都是相互来对垒的 所以 一个是 一个是他的 对俄罗斯的态度 当他甩开之后 甩开之后 其实 当他把俄罗斯出卖之后 中共自己本身同样是被孤立的 中共国本身同样是被孤立的 但是他的经济实力 他的整体国力太大了 所以西方也通不下他 那这就是一个 但孤立的背景之下 未来会是什么样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 给天命中共再埋下一个基础 而天命中共是中共内部 一定是中共内部 外部任何环境都不可能发生 就像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这种制裁 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 到现在 他对有关天然气石油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讨论的任何办法都是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 如何摆脱俄罗斯本身的 对俄罗斯的依赖 所以那欧盟在这个问题上 那就是以后的事情了 那俄罗斯本身呢 在这种压力之下呢 他没有能力 他没有太大的能力去抗争 你说他不出 整个这个石油不出口 也不太可能 所以就变成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那反过来我更看重就是大的背景之下 当中共国完全孤立的时候 你会看到中共自己的这种 就是天灭中共当中魔鬼的崩溃 魔鬼的崩溃 因为人中的左右派都已经分开了 都已经这件事情了断了 所以这是这篇文章的内容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